这就是我们的座椅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捷刀奥特曼街机游戏 这次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英勇挑战形态 然后我们会召唤赛罗奥特曼作为战友 而且这一次我们会用两个怪兽胶囊召唤出强大的贝利亚融合兽 我们又召唤的这只怪兽是最新的贝利亚融合兽 奇美拉贝洛斯 这次我们要挑战的对手也是杰奥特曼最新的一集 那前面的这只时空破坏神赛刚我们会在下一集给大家介绍 让我们一起来对战奇美拉贝洛斯 英勇挑战形态是由孟比游斯还有欧布的红光形态融合变成的 首先让我们来进攻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光线攻击是孟比游烧的手刀 轮到我们的反击 太棒了 躲开了奇美拉雪儿的攻击 发动连环击 那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一招光线攻击 从手里发出光波把对方砍倒 太厉害了 奇美拉被我们打飞了 接下来是脚踢 这招光线攻击和孟比游斯的光线攻击很像 这里又是我们的反击 奇美拉发出的暗黑球被我们躲过了 发动连环踢 怪兽被我们打飞了 让我们来召唤奇美拉贝洛斯 这里还有融合者特效 指示的光是法不遗亡 狼刺的光是卓格 太帅了 奇美拉贝洛斯 这里我们可以发动必杀技 让我们来充满能量潮 他的必杀技是 贝洛斯英菲鲁诺 贝洛斯地狱 这里轮到对方的攻击 赛罗等一下 凯瑟能不能一起发动必杀技 哦 天啊 这方的攻击好强大呀 又轮到我方的攻击了 再加反击 可以发动必杀技 太好了 最后一击 我们又来发动必杀技 英勇挑战的必杀技是巨大光轮 莫米姆 巨大光轮 从左手画出的巨大光轮 太帅了 奇美拉贝洛斯被打倒在地 我们打赢了 哈哈 那你们觉得 觉得奥特曼的英勇挑战形态怎么样呢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街机游戏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